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和式講日文 今集我覺得是我們做了和式講日文這麼久以來 最切入我們這個單元環節的名字的一次 因為真是教大家如何和式講日文 和日本人溝通的時候可以溝通得順順利利 即是怎樣呢 很多時候我們看那些日劇 看那些日本電影 經常會聽到那些 那些字 其實很多時候我看到很多香港朋友 去到日本都喜歡用這些字 但其實如果你真的想溝通得和式一點 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句子可以表達這些意思 今集就教大家講一下這些 首先教我第一個 剛才那個Nani 即是如果譯出來的就會變成What 其實這個What除了用Nani之外 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講法 首先有一個最簡單 一個音的就是這個 E 記住要拉長一點 E 或者簡單一點短也可以 但通常大家都會長一點 E 這句有點像我們廣東話的什麼呢 就是 所以就有些真的假的意思 只有一個 E字是不夠的 如果你是女生的話 你可以加上這一句 So Nano 即整句就是 E So Nano 這個就是類似Nani What的意思 如果你是男生的話 就不會用So Nano 你可以用這個 Maji De Maji De E 就是變成E Maji De 那就是 Hah? 真的是假的? 所以這一句可以代替大家 平時常常用那個Nani 又或者除了這兩句之外 可以用這個字 經常都會看到的 Honto Honto 這個漢字會寫作本當 即是 真的假的? 所以下次除了用Nani之外 你可以試用E Sona Nano E Maji De 或者E Honto 這個也可以解釋到這個Nani的意思 除了Nani之外 其實還有另外一對 其實很多時候香港人都會用的 分別就是 Sou Descars 和Sou Descars 是不是馬上覺得 是呀是呀 經常都用的 對著日本人的時候就會 Sou Descars Sou Descars Sou Descars 其實這兩句在本質上是有分別的 有什麼分別呢? 先說說Sou Descars 其實Sou Descars 如果譯作字幕的話 可能是 是嗎? 真的嗎? 後面是一個Question Mark的意思 因為本身Descar這個尾句 其實已經是Question Mark的意思 所以你說Sou Descars 就是一件事 可能是你未聽過的 你不知道的 你聽到之後 哦 原來是這樣嗎? 原來是這樣嗎? 我真的不知道 的時候你才會用Sou Descars 反過來 Sou Descars 其實後面是一個句號 這句不是一個問題 所以通常都是你聽完之後 你認同別人 哦 原來是這樣 Sou Descars 或者是你本身已經知道這件事 才會用Sou Descars 所以有時候你反過來 原來這件事你本身是知道的 你跟別人說Sou Descars的話 反過來 聽過人就會以為你從來都不知道 又或者是你有點無知 可能一些東西很簡單 但你跟我說Sou Descars的話 他會說 這麼簡單你也不知道? 這個時候你會用Sou Descars 這兩個就是Sou Descars 和Sou Descars的分別 剛才說過Sou Descars 和Sou Descars 其實Nar這個字真的很吊詭 因為如果你加一個Nar字在後面 整句話的意思可以很不一樣 例如這個字 大家經常都會用的 就是Yokata 有沒有聽過這個字? Yokata 是甚麼來的? 看得日劇多都知道 就是太好了 正啊 太好了 這樣的意思 但如果你說Yokata 後面加一個Nar 變成Yokata Nar的話 整句話的意思就不一樣了 怎樣不一樣呢? 就是 開心那個 發生好事那個 不是你 是你旁邊的人 例如我現在發生一件很開心的事 我就是Yokata 如果你是旁邊的人發生了一件好的事 你應該跟他說Yokata Ne 真是好 好啊 恭喜你啊 這樣的意思 所以如果加一個Nar 和不加一個Nar的分別是差很遠的 即是怎樣呢? 即是說 如果你自己發生了一件好事 你說Yokata Ne的話 這個感覺的時候 你可能說這句日文 就是Naruhodo Naruhodo 這個Naruhodo 譯作字幕 就會變成 原來如此 哦 原來是這樣 所以聽完今天的和式港日文之後 大家可以說這句Naruhodo 以後你就可以懂得 用以上的句子之餘 你也是完全理解了 今集的和式港日文又過了段落了 如果大家想看多點的話 記得要Like 和Follow永安旅遊的Facebook Page 除了和式港日文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很精彩的旅遊片 以及一些很實用的旅遊資訊 你也懂得做吧